眼袋手术术后呢 到底要请假计会 如果你不介意被你的同事 看到你眼下的总相的话 大概需要三天的休息时间 术后可不可以化妆 如果是眼袋内胎的手术 我们眼下外面其实并不会有伤口 所以基本上术后是可以直接化妆的 新的开始来自于圣手的雕琢 大家好我是紫园医师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眼袋手术后要如何照顾呢 需要回诊吗 多久后才能化妆跟戴隐形眼镜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你继续看下去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眼袋术前的准备 眼袋手术呢 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 出血的量并不会很多 但是如果你平常有在服用一些药物 抗瘾血剂 这时候呢就需要医师仔细的评估 看你这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除此之外呢 如果平常有在使用一些保健食品 基本上是不需要停药的 那如果你平常有在抽烟的习惯呢 这个时候医师会建议你在手术的前两个礼拜 可以达到戒烟的动作 因为我们的烟草还有里面的尼古丁 会影响到我们手术之后的愈合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也希望你在这段时间能将烟戒掉 眼袋手术所需要的时间呢 会因为手术的复杂性而有所不同 一般人眼大概落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左右 比较复杂的手术方式呢 时间可能就会相对的比较长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眼袋手术 到底要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做呢 只于医师个人的经验 我大概会建议我的客人 以全身麻醉的方式去进行 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以舒适度为优先 眼袋手术呢 在手术的过程中 透过麻醉的方式 其实疼痛感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不过客人大部分呢 手术的过程都是抱有一些紧张的心情 所以说基于舒适度的考量呢 全身麻醉可能会更适合你 那局部麻醉会很痛吗 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眼袋手术的时候呢 医师会在手术的空间 还有周遭的这些区域的神经 进行一个麻醉的动作 那做完这两个动作之后呢 其实手术下可以感觉到的疼痛感 大大的降低 甚至可以做到几乎不同 那眼袋术后的照护方式 到底有没有需要冰敷或热敷呢 那到底要多少天 那这时候呢 也称赦于你到底有没有做补脂肪的动作 大部分有补脂肪的客人呢 自于医师大概都会建议 不需要热敷也不需要冰敷 因为热敷呢 会导致我们的脂肪吸收率加速 那冰敷呢 会让我们的脂肪存活率降低 所以如果今天的眼袋手术 有合并补脂的动作 这个时候自于医师大概就会建议 不需要冰敷跟热敷 那假设你今天没有做补脂的动作 而是单纯的眼袋手术 或者是转位的手术 自于医师就会建议你在前三天的时候 做一个冰敷的动作 那冰敷的时间呢 不需要很久 一次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那冰敷中间的空档呢 也建议在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甚至更久 让我们眼下的主持稍微休息一下 术后的三天之后呢 就会转为温敷 那温敷的时间呢 一样也大概在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那基本上一个大前提 就是温敷的温度不要太烫 不要烫伤了自己 那时间也在十到十五分钟 中间也间隔差不多 十五到三十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术后的温敷到底要持续多少天呢 其实术后的温敷 就看你有的恒心跟毅力 如果你有在持续温敷的话 你肿胀的程度就会消得比较快 那通常呢 会建议在术后第三天之后呢 可以持续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时间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眼袋手术术后呢 到底要请假几天啊 通常建议能最好休息一周 不过大家现在都是工作繁忙的人 所以一周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不建议被你的同事 看到你眼下的肿上的话 通常我会建议客人 大概需要三天的休息时间 就可以返回职场咯 那眼袋手术的不同 也会影响到恢复的速度 另外工作的性质不同也会有差别 若是文书办公室的工作啊 大概三天之后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如果你平常需要一些劳动 或者是走动的话 就还是会建议你最好能够隔一周再工作 所以在手术前后呢 还是需要跟您的医师来讨论你的休息时间 看怎样的休息时间是最适合您的 那多久之后呢 可以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妆呢 通常呢 眼袋内开的手术呢 建议在手术的一到两周之后才戴隐形眼镜 确保我们这个内开的伤口呢 不会因为隐形眼镜而造成感染 另外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的伤口可以充分的愈合 那很多客人也会问到说术后可不可以化妆 今天做的手术如果是眼袋内开的手术 我们眼下外面其实并不会有伤口 所以基本上术后是可以直接化妆的 那假设今天你有合并补指的动作呢 我们在脸上会有两个小小针孔般大的伤口 那这个伤口呢会用我们的人工皮贴着 所以基本上术后化妆是不会有影响的 那眼袋手术之后呢不能做哪一件事 这主要回归一个最大的原则 我们做完眼袋手术之后呢 最怕的就是出血 所以任何会影响到明显功能或者出血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会请你尽量的避免 避免激烈的运动 或者是弯腰、腿伸、重训、游泳这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 这个时间大概会建议在两个礼拜左右 这样才会让我们伤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 也不会导致术后严重的出血 那眼袋手术术后需要回诊吗 我的习惯通常回诊需要有至少三次 第一次呢是术后的七天 第二次呢是术后的一个月 第三次大概是在术后的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这一段时间呢 你的伤口都是稳定 那整个术后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两三个月之后就可以毕业咯 当然有临时紧急的情况 都可以随时回诊随时跟医师联络 那不晓得今天的说明是否有解答到各位的疑惑呢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子瑜医师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